萨伯迪卡,大家好,欢迎收看凯文在泰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 泰国留学 泰国留学呢有它的优势 当然呢也有它的缺点 我们将分两期节目分别来讲述 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泰国留学的七大优势 在泰国留学的家庭呢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呢是以孩子为中心 第二类是以家长为中心 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呢 主要是要逃离国内的那种英式教育 因为他们认为小孩在国内的教育环境中呢 压力太大 而且学习的任务太重 最后呢还要面对像高考这样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的一个现状 他们不想让孩子呢过于的辛苦 所以他们选择到泰国来 能够轻轻松松的学习 而以家长为中心的这些家庭呢 他们更多的是喜欢泰国的这种生活环境 有一些是因为疫情滞留在泰国 无法回国的 他们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感觉泰国挺好 小孩也逐步的都上学了 然后在这里定居下来 这两种家庭呢在今后呢 对孩子学习呢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这个影响呢我们会在节目的后半段吧 跟大家再说 我们现在开始说泰国留学的七大优势 七大优势之一呢就是便宜的 性价比高 像我们现在就读的这所国际学校呢 每年的学费加上书本费 加上孩子的午餐费呢 大约是三万人民币 那这个价格在国内读国际学校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当然了在泰国呢也有好多价格高昂的国际学校啊 比如说像华兴国际 他们的设施呢更完善更先进 配套服务呢也更为的周全 比如说学校里面会有室内的泳池啊 室内的篮球场 然后所有的操场跑道都是塑胶的 而且有更好的班车服务 以及午餐的选择更加多样化 华兴国际的学费大约是每年在15万人民币左右 这个价格我们基本上可以读完初中高中了 具体选择哪一类学校呢 还要根据家长的这种经济实力啊 优势之二呢就是入学简单 泰国的国际学校呢 入学的手续呢是非常的简单的 只需要参加面试和一个比试就可以了 而且据我所知 截止到目前还没有说因为你的入学考试成绩不合格 而不为学校录取这种情况 入学考试呢主要是要检验一下学生的语言情况 因为这边的国际学校都是英语教学嘛 如果小孩的英语水平达不到要求呢 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个降级的处理 比如说你在国内的小孩读二年级 到这里来参加入学考试 老师认为你的英语水平啊 无法跟上二年级的学习步调 那么你可能就会要从一年级开始读 其实呢这对孩子来说呢 也不是一件坏事啊 能让孩子逐步的去适应崭新的一个环境 但是有些家长呢可能会担心 我的小孩到这里来学习 然后比别人就晚了一年 那么也就说他今后的成长都会比别人晚一年 其实在国外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 你比如说像我女儿的班里面 她读初二嘛 年龄应该是13岁 但是他们班里面最大的已经16岁了 像这种情况呢 在国外是非常常见的 大家也不用太过介意啊 在现在这个阶段呢 由于国内疫情嘛 好多的小孩无法到国外来留学 泰国这边的国际学校呢 也会尽可能的会帮助到大家 比如说提前可以给你出具入取通知书 然后你可以拿着入取通知书呢 在国内呢申请留学签证啊 陪读签证啊等等的 可以尽快地跨出国门 当然你出来之后到学校里面还是要参加这个入学考试的 第三个优势呢就是自由 孩子在泰国读书呢可以更早地去感受这份自由 比如说学校里面一二年级的学生啊 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在教室里面到处的爬呀 然后到处的乱窜啊 老师都不会管的啊 也不会说请家长说你的小孩怎么怎么样 毕竟他们刚刚是从幼儿园生上来嘛 顽皮是他的一种天性啊 老师对这个都是非常包容的 再举个例子吧 像我女儿的班里面有一个俄罗斯的学生啊 在六月一日的时候啊 他爸爸就问他 今天是儿童节 你还想去上学吗 他说我不想去 然后他爸爸就说 那好吧 就这么简单啊 这一天就自己给自己放了一个假 说到自由呢 我这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一年前我女儿班里的英语老师 当时他班里的同学呢 对这个老师呢 不是太满意啊 第一个这个老师上课 没有没有去啊 就是只会念书本上一些东西啊之类的 第二呢 课后作业过多啊 对于外国小孩来说 十分钟的课后作业是可以接受的 超过半个小时 他们就会疯掉 第三个呢 就是喜欢脱堂 就是打零之后不下课 然后还要再讲上五分钟 十分钟之类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女儿回来就说 他们班里呢 想换掉这个英语老师 当时对于我们家长来说 感觉这是不可能的啊 学生不满意 怎么可以把老师轻松的就这样换掉呢 但是两天之后啊 我发现这个老师退群了 一周之后呢 他们换了新的英语老师 这个老师辞职了 或者是被辞退了 在国外的这种国际学校啊 你就可以看出 学生对自己的老师都是有选择权的 这份自由啊 真的是不一般 第四个优势呢 就是避开国内的应试教育 好多家长对国内的应试教育呢 是很难接受的 在国内学习 有大量的这种课外的作业啊 负担非常重 而且经过初中高中六年的学习 最后通过高考这短短的两三天时间 就决定了你的一生啊 所以好多家长呢 想让孩子呢 有一个更加开心健康快乐的童年啊 就选择到海外来留学 这边的教育呢 都是那种开放化和多元化的 课程的设置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啊 你比如说像初中二年级 也就是这边的八年级啊 就已经开设了天文课 我记得天文课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的选修课 孩子在国外学习呢 可以更早的去接触 在国内所不可能接触的一些课程啊 这对孩子的成长呢 也是很有帮助的 像我的小孩经常也会带一些什么鸡蛋啊 葱啊香菜啊 甚至有时候带着锅去学校 他们有专门的课 然后老师带领大家呢 去野外生活做饭啊 锻炼大家的生存能力啊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教育 泰国这边国际学校呢 从初中开始到高中这六年呢 它会形成一个综合评定 这个评定分呢 主要是根据你的在学校表现 课后作业 以及期末考试成绩来综合决定呢 当你高中毕业的时候呢 根据这个综合评定的分数呢 你就可以去选择在泰国的大学 或者是欧美的大学啊 这一点呢 是比国内啊 高考这种一锤子的买卖 要公平的多啊 它毕竟对孩子是一个长期的 连续的考验啊 来决定你今后能读什么样的大学 第五个优势呢 就是英泰双语的学习啊 当然在泰国好多国际学校 是百分之百英语教学的 像我们就读的这个学校呢 是有英语和泰语两种语言的 泰语呢 当然占的比例非常非常低啊 仅限于泰语课 我认为孩子呢 在泰国学一点泰语呢 是有帮助的 不管你是跟泰国的孩子去交流啊 还是日常的生活中啊 多多少少都会用到一些 而且在学习英语的同时 还能掌握一个小语种 也是蛮划算的一件事情啊 在泰国呢 英语和泰语的语境都是有的 你去商场啊 超市啊 热门的旅游景点啊 或者饭店之类的啊 他们都是会讲英文的啊 所以说你在学校里面 学到的英文是有用武之地的 它是有一个语境在这里的 泰语呢 就更不用说了啊 随便抓个人都可以说泰语啊 语境也是有的 也就是说你在泰国 学习的英语和泰语呢 你是可以得到一个 日常的加强和练习的 第六个优势呢 就是每个班级 都像一个联合国 以我女儿所在的班为例啊 他们班一共有15个学生 这15个学生呢 就来自于89个国家 你像有泰国的 有中国 柬埔寨 然后菲律宾 然后欧美国家呢 有美国 俄罗斯 加拿大 德国 好像过去还有一个芬兰呢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语言 有它的文化 有它的传统啊 小孩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 从小就能接触多元化的国际环境啊 我认为这样对孩子的成长啊 或者是对孩子的这种国际的视角啊 会有一定帮助的 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增长见识 第七个优势呢 就是直通欧美啊 孩子在泰国的国际学校读完书之后呢 可以直接的去报考欧美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大学 因为在泰国的国际学校呢 主要分为英制和美制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读的这个学校啊 它就是一个英制的 它所有的教材呢 都是从英国直游过来的 孩子在这里读书呢 它的成绩呢 是被欧美的学校认可的 就算我们退一步说 今后不去报考欧美学校 那么我们在泰国的大学读书啊 泰国也有一些好的大学可供选择啊 比如说像猪辣龙宫啊 马西龙啊 清白大学啊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说一下节目开始 我们提到的海外留学的这两类家庭啊 第一类呢 是以孩子为中心的 第二类呢 是以家长为中心的 首先我们说一下 以孩子为中心的这些家庭啊 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重点对象呢 是学校 一旦他们认可了这个学校啊 至于这个学校在哪个城市 这个城市的生活 他们会不会习惯 这个城市的空气啊 这个城市的物价啊 这个城市的交通啊 这些通通家长都可以自己扛啊 只要孩子能够在这个学校里面 开心的学习 那么对家长来说就足够了 家长这样做啊 首先对孩子的成长来说 是百分之百的投入了 但是这样做呢 可能会出现一点问题啊 比如说长时间在这里生活 家长对这个城市呢 明显的感到不适应 如果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 就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反作用啊 因为一般小孩到海外来留学嘛 他要适应学校的生活 语言的环境 大约都需要半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而在这个时间里面 你就通过生活上的一些压力 传导给了孩子 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影响 第二点就是 一般这样的家长啊 他听其所有为孩子付出了 他对孩子的期望值呢 就会比较的高啊 假如小孩在学校里边 没有取得他所预期的那种成绩啊 家长的心里会产生一个落差的 他总认为 我对你投入了那么多啊 金钱也好 经历也好 我陪着你在这里生活 这里可能物价还贵 怎么怎么样 这样反而会给孩子 形成一个巨大的压力啊 因为在孩子和家长之间呢 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啊 每一个孩子的出生呢 他其实都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啊 并没有说哪个孩子是 吵着嚷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都是被动的 他没有可以选择的余地 所以说在今后的 他的成长中呢 虽然家长对他要付出精力 付出金钱啊 但这些付出呢 是你自己造成的 所以永远不要认为 孩子亏欠家长的啊 他甚至没有要求你把他生下来 对不对 我们再来说第二类家庭啊 第二类家庭呢 是以家长为核心的啊 家长他需要逃离国内的生活和环境啊 到海外来生活 孩子呢 只是被动的到海外来留学 像我们呢 就是第二种情况 当然这种情况呢 有它的一个优点啊 家长可以非常快的适应海外的生活 因为这就是我们所选择的 所想要的生活嘛 我们的心里是有一个期望值的 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到满足 这样呢 就可以分担一些孩子在学校里面的学习压力啊 毕竟这个生活的氛围是一个轻松愉快的 这样呢 也更有利于孩子呢 更快速的融入到海外的学习生活 当然在泰国国际学校留学呢 也有它的劣势 这些劣势呢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说的这个泰语课程呢 就单 我说的这个泰语 泰语 我说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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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